我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智能座舱 全新的Xmart OS 2.0的操作系统 它拥有强大的硬件基础 以及丰富的应用生态 硬件方面 Xmart OS 2.0 采用的是高通顶级的车用处理器 小龙820A 这是目前在量产中性能最强大的车载渔动芯片 而在软件方面 我们基于安卓P的操作系统 进行了车载的专门的定制跟优化 它最终实现了多个特点 第一个快 我们的热启动的时间只需要0.8秒 第二个稳定 我们连续运行的时间超过1000个小时 并且P7的应用生态体系 所有上架的软件 都要经过我们严格的安全和兼容测试 第三在安全方面 我们在软件硬件方面 同时做了安全的升级 更好的可以保障车载系统 娱乐系统的软件安全 最后我想特别想说的是 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 我们在P7里面可以开放部分的硬件 让第三方软件进行调用 打通融合 这会带来未来不一样的应用场景 得益于GPU性能的大幅度提升 小P在P7里面会用展新的3D智能形态给予展现 并且我们在行业里面第一个支持 车载助走可以支持个性化 可以支持用户的制定义 小P当你在说话的时候 他可以知道你在哪里跟他说话 他可以做出不一样的表情 小P可以在P7跟未来的时候 帮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这将是小鹏也是在这一次首创的 全场景的智能语音交互 小鹏P7可以支持90%的字眼的应用跟操作 他全部都可以用语音完成 这样你在很多细节的操作 你都不用去用触摸屏 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进行完成 今天也是在这里 我想很高兴地跟大家宣布 今天我们小鹏和支付宝达成了战略的合作 支付宝上的小程序 将和小鹏汽车的账号打通 用户可以通过小程序 远程解锁等控制车辆 用户也可以用到支付宝上 很多的其他能力 我们都知道 一款电动汽车的优点 其中之一是安静 小鹏在这一次P7里面 我们不光在智能坐舱和自动驾驶 在这两点智能化之外 我们还增加了智能音乐坐舱 这样一个全新的能力 在有媒体为我们做的NVH测试 大家可以看到 P7在禁止弹数的时候 车内噪音仅只有41.7分贝 即使在时速到达120公里的时候 车内噪音也仅仅在64分贝 是非常非常好的水准 P7拥有最多18个进口扬声器的 单拿剧院级音响系统 我们在顶棚上面设计了一个独有的天空声道 带来了3D立体环道的沉浸性体验 当你听音乐的时候 P7会有非常不同的氛围中 它会有不一样的律动的方式 它可以调节和扩展 你会在里面感觉到随着音乐灯光的变化 我相信拥有P718个音响的音乐座舱 会让你感觉到从此驾驶 即使在等待的时候也会充满着乐趣